关于香港有无三权分立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看, 在法律的规定, 从法律的规定, 从政制的设计, 从这两方面来讲, 是香港不存在三权分立, 为何要这样讲呢? 在九七之前在英国统治期间, 总督是大了, 总督的权限至少凌鸽在立法会, 共识叫立法局之上, 但是司法来讲相对独立, 行政与立法比, 行政权力凌鸽立法, 这种体制被中共沿袭下来, 它就叫做香港, 在基本法政制设计中, 形成了所谓行政主导, 所以严格从法律文件, 从宪制文件来看, 无论是英皇制告也好, 即回归前的英皇制告也好, 回归后的基本法也好, 的而且确是无所谓三权分立的政制设计, 但问题是法律上无实行三权分立的设计, 但回归前由于香港宗主国是英国, 英国基本上是实行三权分立, 虽然香港殖民地制是广东大了, 但由于它无国英国是实行三权分立, 所以对实行总督制的香港来说, 就产生了一种很强大的制衡力量, 换言之港督就不能为所欲为, 虽然它在香港根据英皇制告的规定, 它在香港是大了, 它凌鸽于立法会之上, 但由于它受制于英国本土的政制规定, 所以它不能太过放肆, 它不能真是为所欲为, 将港督的权限全面发挥, 用港督用行政力量去镇压立法会的力量, 或者镇压司法的力量, 所以我们会觉得虽然香港无限制上的生权分立, 但实际上享受到生权分立的好处, 为何呢?因为英国实行生权分立, 作为英国籍民地,虽然总督大了, 但它多少都要受制于英国这个母体 生权分立的规范, 所以回归前虽然香港无实质的生权分立, 但香港是享有生权分立的实际好处, 讲到这一点, 都要提一下就是很多蓝丝的人, 或者共产党的喉舌, 不断强调香港英治时期无民主, 为何你现在要求民主?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因为在英治时期, 英国曾经有两度想进行民主化改革, 增强立法会的代表性, 和增强本土民意的代表, 但是这些想法都迅速被中共镇压下来, 根据英国解密的文件显示, 中共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 曾经两度传递信息给英国, 说你不要在香港搞任何民主化改革, 如果搞任何民主化改革时, 北京就会考虑改变香港的政治状态, 换言之威胁会收回香港, 一次在五十年代末期, 周恩来透过一个英国人, 将信息传递回英国,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初期, 廖成智在接见香港一个代表团的时候, 委托代表团的人回到香港后, 将信息告诉英国, 即是你不要想在香港搞一些民主化改革, 你搞成的话, 我会考虑提前收回香港等等, 所以我现在想提到香港有没有生平分立这两个问题时, 我想顺便回应一下, 很多人说英国在这时都无搞民主, 你为何现在要搞民主? 错,英国在统治时想有一个民主化改革, 只不过两度被中共传话, 你不准搞,搞成就会提前收回香港, 这是九七年前的状况, 所以由于英国试图实行香港民主化改革, 但这个想法是两度被中共否决, 以及威胁不可以搞, 之后英国再无想在香港实行民主化, 所以仍然保存殖民地体制, 就是说港督是至高无上, 假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开始, 香港已经十年日有, 英国在香港可以顺利推展一个民主化改革时, 很可能当时已会效法英国制度, 建立起一个生平分立制度, 当然历史不能改写, 已经是这样, 但虽然香港牵制上不是三权分立, 但政治上享受到三权分立的好处, 在回归时中共认为港督治理这套制度很好, 所以希望全面保存下来, 它在设计基本法时, 基本上是伏制港督治港这个模式, 但当然它不能够这样叫, 它改称为行政主导的一个政制模式, 行政主导意思是行政权力高于立法和司法, 在英国的殖民地时期, 虽然港督是大了, 港督的权力明显在立法局上, 但港督从来无去干预过司法, 虽然它可以干预司法, 但它从来无去干预过司法, 通常香港司法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独立地位, 在97之后它缘习这套制度后, 司法虽然在行政主导的框架下, 都尽量保存司法的独立性, 从来无说要由特首干预司法, 但回归之后, 从中主国实行三权分立, 回归到中主国实行一党专政, 就很大变化了。 过去我们无牵制上三权分立, 但享有实质三权分立。 回归回到一党专政体制, 这个过去实质上享有的三权分立现在遥遥欲罪, 固然无法在宪制、机会法中找到三权分立的依据, 而这更差的是由于香港回归一党专政体制, 一党专政文化一定会波及香港, 在一党专政文化波及到香港时, 香港要坚守三权分立就非常难, 所以跟回归前最大的不同, 就是回归前回归后都无限制文件说香港是三权分立, 但回归前我们实质享有三权分立, 回归后三权分立遥遥欲罪, 实质上三权分立根本就越来越萎缩, 所以我觉得为何它基本法设计立法会, 要设计到它是七零八落, 由公民倒闭,由地区直选无他, 现在它就是要削弱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合的力量, 这已经违背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现在更加除了立法方面会受影响外, 更加由于国安法来后特首可以委派法官審一些涉及国安案件, 变成整个司法独立都很成问题, 所以我觉得杨阳雄所讲的东西没错, 在字面上,在宪政文件的字面上它是对的, 但它无视了回归前回归后的实质变化, 实质变化就是回归前我们无宪制赋予的三权分立, 但有政制就是由于英国本身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我们实质上也享有三权分立的好处, 但这件事杨阳雄故意不去解释清楚, 似乎你生权分立从来不是香港的政制, 我们曾经享有过, 等如曾经以前享有改写捉弄英国恶波的自由, 现在连这种自由都无, 很多我们以前享受到的东西现在无, 这件事杨阳雄不敢去面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骂香港的武三权分立真的无意思, 对于这些港官已经彻底投共, 愿意甘心做中共傀儡的人, 你跟他讲这些是无意思的, 毛他如果出自杨阳雄的口, 他就想扭转一直以来, 香港教科书都有提到香港政制是三权分立, 这件事, 香港过去教科书提到香港政制时, 都强调生权分立, 这是根据我们在回归前实质拥有的一种状况, 刚才我都解释了, 我们是实质上拥有生权分立的一种政治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科书就会在他们的教科书写到香港政制时, 会强调香港有生权分立, 这没错,因为我们实质上是有, 虽然宪法上不好,但实质上有, 他现在杨阳雄为了向北京交心, 他就着手在教科书入面来改写教科书, 强调教科书不可再提香港政制分立, 以免给香港学生下一代有错误观点, 我想他的目的就是这样, 即是想通过教科书的修改, 来达到他一些政治目的, 当然在所有政治活动中对人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最重要, 他就为了将来逐渐最一步加强香港教育大陆化这个环节, 因为在政中后大陆很多人都说不可以, 香港教育不可以,香港教育一定要改造, 完全无事,基本法规定教育是香港内部事务, 清清楚楚,我忘记了第几条, 第一条清清楚楚写明特区负责教育工作是特区内部事务, 他们在2014年占中后已经不断叫嚣要改造香港教育, 改造香港教育肯定要从教科书入手, 所以你看到过程教育出来将共产党吹嘴是一个无私政党, 将西方制度讲成两党纷争, 和害人民这些,他就要将香港教育实行全面大陆化, 以便它方便进行洗脑教育。